现在是周四的中午 建重打算做韭菜盒子 现在老池正在量他的面 200毫升 你说这玩意是太难了 我这完全看不到刻度 一看就是没有什么做面的经验的 和面理论上是应该用 一半的开水一半的凉水 活成半烫不烫面 接下来要把它搅成絮状 太难了 让用30毫升的开水和60毫升的凉水 好 看是吧 这是想象中的 这是多少毫升 想象中的30 开始 和想象中的60毫升 感觉这两个差不多 你看有絮状感了 15毫升的食用油 一般和面要求面光盆光 饼光 不对 面光盆光手光 三光正侧 我和的面一般甚至三脏正侧 这个面比我刚才想的要好 你看 我来看一下 这个状态还行 我来戳一下 你手干净吗 下一步就是醒面 对着面喊 Wake up Hey Google Countdown 30 Minutes 30 Minutes Starting now 做饭 明 gedaan 这个肥格 做得到我们做饭 做参与的食材 金属 做参与蛋 炒出来 金属 完蛋 大海呀大海 是我边旁地方 把晾干鸡蛋放进来 羊好友 不相吻 感觉目前为止还没有翻车 你说我要坐到这翻车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吃你翻车的东西了 我没了别的可以吃 切剂子 有点大 我也不知道 你切 没事 你这个有大有小也没有关系 感觉是这样 感觉还可以 我不会他那个比较高级的感法 你就感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好 我应该拿个勺吧 嗯 这量可以吗 不知道呀 好像有点多了 你 然后再怎么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就这样吧 好 放上去 看 多么优美 感觉有点忐忑 现在我来尝试包一个 这个皮是不是比饺子皮要厚一些 那是因为我不会干的 本来是应该薄的吗 本来应该更薄一些 哦 它是怎么捏的呀 好像是这样 我把它捏成了一股绳子 好像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它那么薄 我这么厚 因为我皮儿厚 然后它有那种一半一半的感觉 但是我就是一个整体 是这样吗 这个是老池包的第一个 这是我刚才包的 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厚 然后这个周围 我感觉我捏了一股绳子 好了都包好了 其实很容易看出来哪个是我包的 哪个是老池包的 去 对吧 去 我们这个锅还挺大的 可以煎好几个 那木可以煎好 是吗 不错 不错 虽然大大大小都小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看着不错 看着不错 嗯 現在我們已經煎好了一個 略糊 快試吃一下 怎麼樣 多肉 現在我來嘗一下 哦 哇塞 太好吃了吧 而且鹹蛋剛剛好哎 嗯 嗯 這可能是我吃過的皮比較酥的一次 嗯 特別酥 拌油進去可以起酥 這個這個招數我這次學會 相當好吃 韭菜 雞蛋 日本味 蝦皮 木耳 拿來提鮮 然後呢 我覺得點睛之筆是好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特別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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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